各位我补充说明一下 我故意把我这一行字 先做剪下 然后我按edit键 同学有可能你们一开始 空白的文件之后就马上做表格 以至于现在刚才忘记多按一个enter键 是不是就少一个段落 有没有发现 那怎么办 同学因为你已经放照片了 你不可以选照片 如果你选到照片按enter 形成的效果是在格子里面的 多一个段落 我并不是要这样 好那你也不可以在他照片的后面这边 闪烁Ri在这边也不对 因为他一样是在格子的下方 多一个空白段落 我的目标是在你照片之前 上面那边有一个多一个空白段落 所以很特别 不是选照片是很特别哦 你故意先外面点一下 闪烁Ri不是这边 也不是这边 是在他这边 有没有出现一个i的符号 好点一下 让你看不到 因为他就在照片的下面一个闪烁Ri 那我要让他多一个空白段落 所以当我按enter 他才会在上面 知道我的makeup吗 好我再表达一次 假设我故意在一个空白 好平常你就会直接很快 就插入表格 好刚才二蓝四叠 好啦打内容啦 随便打东西随便打东西 发现我待会是要上面多一个段落啊 怎么都不能 所以不可以在他后面 也不可以在他置的中间 要在他置的最前面 也不然就闪烁Ri 在五人那边 好先放大一点点 在五这边 那我只要按什么键就可以了 enter 那就出现了 那因为你刚才那一张照片是有照片 所以你在选的时候 记得是不是照片 是在照片的前面 所以你要有闪烁Ri 是在这边 可是你也不容易看到 点的时候不好点 不然你就先把照片删掉 听懂齁 他就是在照片的 你看我删掉了 这个 只要多了一个段落 我就可以按enter 一定要在全部表格的第一个格子 左边算谁啊 第一个格子 你在这边不行 在这边不行 就是这个格子 所以我按enter 他这就可以了 理解我意思吗 好那因为刚才的动作是因为 你看你已经有做照片了 所以你选的时候 要选到这边 是这个地方 所以按enter 这样 ok好那因为我刚才有做到那个东西 我先把它做 好理解意思齁 插一种 可以全写直接往上 什么 可以直接全写 然后把这个格子拿下 可是插的那个动作会变成 好 全写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可是这个 这个就会变成你 有点因为你表格的选举 他没有一般的 他会变成表格 他就浮动的 他就是一个表格浮动 但随便这样发 你会发现 这样很容易就跑掉了 会有可能 会容易跑到你不要的位置 你看这样 当然这样移都可以 可是就像 我说的如果你平行移就好 可是如果平行移不对 他就多了 你看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比较标准的话 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是一个方法 没错 书惟姐 你要问我什么 老师 那我请问 按那个enter 他不是都往下 为什么会不上 一般我们按enter 就是往下 他是 没关系你就记他 就在一个格子 你就记他是表格的 为了要多那个enter 你要在左上角 这样就好 你不要记那么复杂 就是平常enter是往下 就是因为要产生那个下 就是那个段落 要让你产生 只是现在在表格 这边被你表格挡住了 所以你要为了让他产生 所以就多一个enter的动作 你先这样记 不然你永远解决不了 为什么的那个动作 所以你要用这种 先有一个 他就是一个一致性的一个动作 好 那刚才这个动作完了之后 储存没问题 那同学 我们待会如果平常 你要给人家看你做完了 你如果给人家直接握的 人家会觉得 哦 还要打开来才看 而且很容易你在你的line 用手机看话跑掉格式 所以我们说 握的要传承什么档 才会让人家格式不会跑掉 请你待会先储存 在档案 那我先录影做一个段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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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